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浪漫哥 如果今天这个视频你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订阅,转发,勾起那个小铃铛 就是那个视频下方那个小铃铛勾起来 有个视频你就通知了 这个呢,就是这个功能 有很多朋友留言区留言说 浪漫哥,你坐的这个位置怎么一直不动呢 其实这个位置非常舒服 看到没有,按摩椅 我拿这个东西开 哇,舒服啊 这个就是难得舒服 有钱难买我开心 有钱难得让我舒服 前面这个小插曲 现在就做一个主题 我们很多人做那个字幕 那个字幕的时候 中文英文辛辛苦苦全部做完了 然后呢,把它翻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 那个字幕在我们的油管上面再体现出来 在我前面那个视频里面有在说过 用 用谷歌翻译软件 然后翻译出来 其实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存在 那就是它有可能出 它有可能出现那好几个错误点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那后来呢 浪漫哥我经过不断的努力 找到了这么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 而且是免费的 就有所知 现在国内的这种即时翻译软件 翻译下来的都是收费的 价格都不便宜 那今天我就把这个分享出来 在马上要进行下面这个技术之前 我还是做一个小小的 推广一下我那个小蜜的频道的 这么一些说辞 那个小蜜我特喜欢 跟我待了很久了 所以呢 它的频道呢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点一下订阅 看看它的视频 给它一下鼓励 让它有信心 把它心中那个乱七八糟那些 小蜜蜜啊 小玩意啊 体现出来 同时呢 我从它的视频当中 也能了解 内心深处的奥秘 那它的频道的名字 就叫鹰子来了 好了 现在废话也不多说了 那我们开始 来吧 好 现在我们就进来了 好 现在给大家说一下 如果大家还不知道 如何去做那个字幕的话 我在前面那个视频里面 有在做这么一期 如何最 如何自动上字幕的方法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看一下前面的视频 那我今天这个 那我现在主要是 把这个字幕文件 短编成英文的方法 而且最简单的 如果很多朋友 看不清这个网址的话 我在视频的后方 拿个最大的字 给大家清清楚楚的 去看这个地址 首先我们到这边 输入这么一个 好长的一个英文字母 那我在这个位置呢 已经放了一个 up主字幕的方法 这个是我之前 做了一个视频里面的 那我把它 这个是中文的 中文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 你看到没有 这是都中文的 然后把它做成英文的 方式的 就是点到这个 网址进去以后 这边有个小云 我们去找到 刚才的那个位置 我就把它找到 这地方 点进去 看到没有 它就 上传了 26k上传出去了 到这个时候 就进入这个界面了 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那个字幕的内容 我这个时候呢 在这边选择 选择这边 左边这边选择 有好多好多的语言 各国语言 那我们选择英文 选完以后 它就 拉到最下 登登登登登登 上去了 开始不断的 即时翻译出来了 而且左边都是时间轴 右边就是翻译成的内容 简单明了快捷 到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把它 到这个时候 我要把它 下载下来 那下载下来呢 怎么办呢 我就点击这个 左边的 点击一下 这边呢 有这个 名字 这个就是你的那个文件名 你随便写一个文件名 比如说 浪漫生活 这个英文的 那我们就写 S A V E 保存 这时候就耐心等待下 就马上跳转了 这边有个确定 我就确定 确定的时候 这边就有一个浪漫生活英文 看到没有 我就点击它一下 这边就开始 就出现这个界面 他意思说 你下载吗 那我就点到左边 这个下载 左下角开始下载完 下载了 那就下载完毕了 那下载的文件 就是这个文件 那我把它复制 放在我刚才的 那个小小的 演示里面 把它复制过来 我可以对比一下 这是英文的 这是中文的 我就拿记事本打开它 出来了 出来了 很多人感觉像 很多人感觉 这个跟我刚才 那个文件 是不一样的 最简单确定 这个字幕 到底是好不好 有没有用的方法 那就是 打开我们之前 说过的那个软件 字幕软件 人人意 事实件 打开它 打开本地文件 我要找到 刚才的那个 演示 演示 好 演示 这个英文的 我们看一下 出来了 没有任何问题的 出来了 这个时候的字幕 就可以完完整整的 用到了你的视频里面 当然你可以在这边修改 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之下 可以在这边修改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网址 看一下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喜欢我的朋友 请订阅我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喜欢我的朋友 请订阅我的频道 转发 勾起下面那个小铃铛哦 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